我最好平常都会花超多时间讲一些品牌的故事还有各种八卦 但因为我今天个人没有时间我等一下五点就要去吃晚餐 没空 所以呢今天就是会快速的把这个品牌的故事跟大家稍微交代一下 三楼空这个品牌它是在1961年由外首先生他亲自创立的 那他那时候是跟他的终身伴侣和男友一起创立这个品牌 然后在1966年的时候在巴黎昨晚开了他们的第一家店 那外首先生呢他是2008年过世 不过他过世前几年就已经没有在管他的设计 他有交派几位设计师 然后到近年有一次呢就是成为非常火爆话题的时候呢 是在2012年由黑迪斯文他就是接手这个品牌的 大家都知道这个YSL的就是经典logo 但他那时候一上任的时候就是第一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把这个logo改掉 然后把品牌名字也顺便直接改掉 然后就是改成现在的三楼空Hifgosh 他那时候的说法是说他这是忠于原汁原味 就是外首先生他在1966年的时候 在左岸开的第一间店其实是叫这个名字 但是没有人听得进去 因为大家都觉得慕名其妙 你为什么要把这个logo改掉 那因为海底已经是过去试了 他现在已经在别的地方高就我们就不再多提 现在要多提的是现在的这位设计师Anthony Anthony呢他就是把这个logo重新再带回来这个品牌 今天就立刻事不宜迟进入就是我个人想要带回家的包包们 首先是我手上的这个 这个包包叫做KAYA 我发现Anthony他还蛮喜欢就是他出很多包 你自己一个品牌一定是出很多包包 那他常常会把他的灵感muse的名字 就是放在他的包包里面 像这一个就叫做KAYA KAYA是那个谁 Sindy Crawford的女儿 但那个不重要 我们现在就要看这个包包而已 他就是重新把这个YSL logo 就是拿回来当成就是 嗯 对他没有任何功能 就是帅气而已 就是在他的正中央 然后再加上这个复古的有一点马鞍形状的造型 我觉得这个造型就是这几年都还蛮流行的 然后他除了这种就是 嗯比较实用 其实也没实用到哪里去 因为就是还是没有很大的包型之外呢 他还有这个就是更小的更小的肺包尺寸 我来看一下这个肺包到底可以装什么 就是他的YSL同样是没有功能 就是帅帅帅 对之外没有别的功能之外 我看看他这样打开 我个人判断 可以放我的耳机 但是没有办法放他的充电盒 然后可能可以放15块零钱 如果你有在坐公车的话 然后嗯 其他东西都放不进去 我看一下这就是一个好看而已 有没有 我就要这样子背着 然后呢 嗯 这个也是同样 同样的凯亚包 他就是尺寸有点微微的不同 看得出来吗 嗯 我跟讲价钱会让你看得非常出来 虽然他们的尺寸 现在看得不是很出来 其实Anthony还还有出很多 就是没有logo的设计 这但这个logo其实不是没有 只是他very teeny 就是嗯 可能要用显微镜 我们这边有显微镜吗 没有 那就等下自己放大看 因为我现在也看不清楚 就是呢 就是他在这个金 这个什么硬件的地方 有一个very very very tiny的 这个字体 如果是用那个Word打的话 大概是三到二之间 就是非常小的刻纹 就是刻在他的这个 金属扣件上面 然后这样打开之后 他就是也是维持一个 超级极简到不行 就是方形的设计 我刚发现他就是这个 这个背带 因为像我们通常 那种皮革背在的背包的时候 肩背包的时候 他不是你常会 可能没有拿好的话 那个皮革扭来扭去 然后你就是要在那边 翻来翻去才可以 把它翻成正的嘛 我发现他这边 就是有做一个很酷的 这种圆的那个 我不知道知道什么金属扣吗 然后上面也是有小小的 他就是在每一个金属硬件上面 都有刻上他的三楼空的图案 就我觉得 这其实 真的蛮精致的 蛮美的 接下来就是我在晚餐前 最期待的时刻 就是把这些包包全部背走 等一下去吃晚餐 大悬摇一番 就是首先 我们先背这个凯亚 凯亚就是除了黑色 我觉得YSL很多人 我不知道是我 还是别人也是 就会觉得 YSL就是要买黑色的 但其实你不觉得就是这种皮革色 然后焦糖色的包包 其实配这个金属件意外 就是有一种复古的感觉 而且就当你穿全身黑的时候 这样背起来也很好看 然后除了这个之外 这个是比较小的尺寸嘛 比较小的尺寸之外 我们来试试这个比较大的 这个比较大一点点的 就是黑色的 就是 好啦 黑色就是我觉得安全牌 就是如果你个人没有 就是没有什么太多的预算 一直不停的换包包的话 其实就是选一个黑色的包包 就是跟你所有的造型都可以搭配 其实也是蛮方便 然后最后来试试看这个 这个我刚刚就已经背过了吧 对我刚刚就已经背过了 这是Very Teeny的 饰品包 这几年都非常流行 诶 是不是超搭的 我觉得很好看耶 等一下就拿这个走 然后对就是除了背这个包包的话 我相信你可能还是手上要拿一些什么 我不知道帆布袋或者是各种包包 或者是就是把它全部这样一起背起来看看 我来看一下 那如果这个就是 这样 这样不搭 那不然这样好了 是不是蛮好看的 有没有 然后再来就是这一个没有logo 看起来更加低调的那个款式 我觉得这个 这叫宝蓝色吗 可以让你黑白色的搭配的时候 更亮眼一点 然后不然的话 其实你也可以选择这种 比较低调一点的灰色 有没有 这样背起来其实也很好看 或者是如果你 今天的穿着风格是比较花俏 就不是像我一样 每天穿着一些欧蜜麻衣装的时候 我就觉得 就是如果你选一个低调的颜色 其实也是蛮搭配的 所以呢这些包包 我看现在看起来它们每一个呢 就是可以 都可以直接夹在腋下 直接带走 所以我等一下就要这样子下班 吃饭了 因为差不多五点 我在那边赶时间 等一下就是要拿这些包包 去跟我朋友们宣耀 大家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